三个钟产档 最后讲股 开始会想想投资其他东西 其中一个考虑的方向就是投资美股 我记得以前很少人会考虑投资美股 因为美股实在太麻烦了 我有个朋友真的很沉溺 首先要说他钱不多 当时我还记得他只是万两万元人工 可想而知他那个阶级是什么位置 但他很喜欢美股 他特意去美股公司 香港的美股代理公司开架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手续费起标 五百元或七百元 他想着买几千元股票 已经要付七百元 但美股有好处就是不是一手手的买 你真的可以少少钱都买得到 最未完 你买的时候要付五至七百元手续费 你买又要付五至七百元手续费 可想而知以前买的几年前 我想都十年前了 但是近一两年就连汇丰也说过 你只需要用e-banking 都买到美股 这个时间也不同 我想强调这个节目 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 就是其实我发觉香港 大师你熟悉财演界 好像没什么财演是集中说美股 我听到有一个美股队长 但我从来不知道他说什么 首先你会问财演 如果财演帮某间股票公司打工 肯定不会说美股 还有就是 赌美股的人很少看财演 赌美股的人很少看财演 就是你多数都是自己看 我纯粹想到有没有市场 因为我都想说多一点美股 现在这个时候是相对 值得去说这件事 有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经济金融界讲了很多年 从来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 我们投资一个 我们将我们的portfolio 中文叫什么 投资组合 投资组合 就说所有地方人都是这样的 香港人是这样的 中国人是这样的 美国人也是这样的 都有一个所谓的home bias 就说倾向都是买自己地方的股票 无数不买的 去到美国也是的 去到美国当然是买回美国上的东西 但就算美国上的东西 美国人其实可能香港人 大家都不知道 没那么清楚 就是说 都是譬如很多大陆公司 大陆各企业在美国上的 包括阿里巴巴等等 它上第一阵就圈了一轮子 但其他人都不喜欢买的 因为你觉得你愿望都不在那里 我们香港好一点 国企都当是自己 对了 当是 即是没有好一点 那些你会买的 对了 这个是很夸张的 那说个数据给大家听 就算不是今天的经济环境下 都是需要买多点美股 因为美股的益力 是占全世界 Global 整个资金市场的比例 是一半左右的 如果你根据理论说法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 我们的投资作用 应该有一半的资产 应该是美元 就是美国股市的 大部分都不会这样的 所以如果是 从分散风险的角度 那其实传统以来 你都应该买多些美股的 那这个真的是一般来说 讲了很多年 那些人都不会去做 但是都有理论根据去做 去推 就是你以为买香港 蓝筹最稳妥的 对了 香港蓝筹占这个世界 经济这么小的部分 那个风险其实很前 除非你觉得 美国的经济 和香港的经济 很同步 股市很同步 于是乎港股起的时候 美股又会起 因为起那么多 倒的时候也会倒这么多 那其实过去的 那二三十年三十多年 其实是因为 因为全球化 是有点出了趋势的 但是现在值得说 就是因为中美股市 肯定近这十年 近这十年已经不是了 因为我记得 我买股票那时 二万四 现在又二万四 那倒禽斯一定只升了一倍 是的 金管局通常做的报告 就是美国的synchronize 就是你看我们港股 是跟大陆的市场多一点 还是跟美国的市场多一点 那是相对越来越不跟 你再加上中美股市场的时候 譬如说现在经常有人说 握港元不稳定 我又怕支爆 即支爆是最怕的 支爆是买什么 中国概念的东西 包括港币都可能会塌 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人说 不如我转港元做美金 如果转完美金 放回香港的话 一样都是不稳定的 所以我不是转美金的话 不如放入外国银行 我就想 如果你这么低息的话 你不如去买美股 于是乎 美股除了传统上 有这个所谓的home buyers 告诉你 你可以买多一点 我有一个很白痴的问题 如果我用香港的ebank 买了美股 如果银行撿了一粒 我的股票就有没有剩下 这个我不可以很允论 例如我在汇丰买 最后汇丰撿了一粒 被人清 理论上 如果你不允许钱 你是现金币 因为它都是资产组 传了仓 那些股票就在 你会牵涉到一些麻烦手统 可能才能得到 是的 理论上 这个就是 因为它 当我们香港的经济 或者香港的股市 跟美国的股市越来越的关联 不是大得那么紧要的时候 你从投资 分散风险的角度 就更加要考虑 如何买 看日未步 所以这件事 我自己觉得 香港要懂得多一点 我觉得就是这样 大师说 我觉得就是 首先这一件事 就叫做 热取顺手 或者你这样的逆向 你去买一件事 那件事 你是不是要 synchronize synchronize 那个economy 是 你synchronize 的economy 你就是synchronize local economy 就是synchronize global economy 如果你是 一个global person 你就可以synchronize 一个global economy 如果你是 一个local person 你就可以synchronize 一个local economy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是 假设 你现在是说 你是有bias 那bias 你是不是美股行得先 行得比港股 你不用想 买美股 也不用想 如果觉得越南行得最快 买越南 也不用买美股 明白嗎 你其实 只是因为我 foresee 到 我的insight 是 foresee 到哪一只股票 哪一个地区 哪一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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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一个foresight 我没有预测能力 我只是希望synchronize 那OK 你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 假如 因为no body knows 你现在假设 你知道了美国 美国人想想想 香港的了 不在香港 很正常 但是你现在living in Hong Kong 如果你 有一个certain portfolio 是去了 美国的 而香港走得快 在美国的话 那你就会失敌了 因为你是在香港生活的 那变成香港的你的同志 会走得快 那你就会失敌了 所以其实就是 但是如果不是 我其实是周围走的 所以我就知道 即是说 这个是和你的 你身边的同生共死 总之 我输不紧要 赢得一定有份 输先大家一起输 我总之维持 我现有的social status 那一刻 那一刻 你是什么人 你就走回那步 如果不是 即是这样 假设 你有美国 如果我买美国楼 我在香港住 在香港较早 香港楼升了 你就输了 明白吧 因为你是香港 但是如果 不是 香港死定了 我已经知道了 那我不买美股 我买全世界 升得最快 那一个 我想这个就是 投资界里面 从来有一个 tension 就是说 一个就是 学术的说法 就是说 分散投资 是很重要的 我未必知道 香港股 会升得最快 还是美国股 升得最快 但是我知道 他们不是一起升 的时候 我不是拼 到赢得最准 我是拼的话 万一我自己那里 不碰的时候 都可以令我一个市场 那里帮到少少 这个就是纯粹分散投资的角度 但是股神不菲 就从来就不信这一套的 就是这个学术界 崔老行 于是乎 又有ETF 又有index fund 那些东西 是很大的市场 但是我们释迹认识股神 他从来就说 我还可以分散投资 分散投资 是给一些蠢人去做的 我就是有眼光 但是我有眼光 我有时间 我就是研究几只 我是熟悉的东西 然后就打中它 我就是有眼光 看得中那几只 虽然说 我看五只 可能是最终 只有两三只跑出来 有时都会抖流眼 看错了两只 但是整个买三多只 五只的时候 就可以跑赢大使 这个就是要有一个 真的要投资一下 你要去研究 去真是所习的资料 去做这件事 那刚才大师你讲的 这几样东西 如果想跑赢大使 就是这个角度 OK 你看我说 如果你想跑赢大使 基本上 你就是不可能的 你不是有incense 你是不可能的 要是就撞取 你觉得古神那些 是不菲特那些 除了他有眼光之外 都有很多资讯 不是 他除了有眼光之外 除了有眼光之外 因为他有眼光 OK 明白吗 那问题是 你不能够告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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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那样东西 就是那个人说做那样东西 很容易做 但你做不到的 你教那个人做那样东西 你说你跟那个人 那个人 那个人 完全是读书不成的 你说读书很容易 不可以的 巴菲特说那样东西 他是对的 但问题是不可能的 OK 现在讲分散投资 分散投资 这个最错的地方 在学术界 是完全 我觉得是有点理解的 因为你不能够做了一种分散投资 完全分散 就没有incalination 我给你分散 你怎么分散 你分散都会输 明白吗 你现在跑了人大事 你不能够 全世界总而言之 每一样东西 according to proportion 然后每一样 这一样 产多少 你的proportion 的portfolio 的arrangement 已经是一个incalination 所以永远没有可能是save 明白吗 他不是说没有可能是save 只不过是说 那你没有跑出 那你没有跑出 我追回大市 不是你不用追 如果大市倒下的时候 我就一起想 不是 那就是这样 OK 大市倒下的时候 但问题你也有可能 因为你不能完全抖得云 因为是平空 你平不了空 因为你都买了一些 不买的 就是你不买那只星 你买了一些 你不是买那只 你买南丑 你买港股星 你买日本的时候 你买什么 然后那里上升 那里上升 就是你可能说 原来你 可以一起升 原来你就是没有买那些 那些国家 那些国家才是什么 那你永远有incalination 但如果你计算proportion 有一些国家 是小到会被ignore 我只是看最大的 那几个市场 可以吗 我只是看欧洲 最接近买到个global 最接近买到个global 例如你抖不均匀 那件事 就是欧洲 美国 那我最低限度 买刑户基金 比我 扎死一只 是 那问题就是这样 但问题是 你会有 我就是说 你不能完全做到 但问题是 你要怎么抖匀 你买刑户基金 你和港股你抖了 那你和美国有相互 所以 如果 我觉得 因为今天说 买美股問題 如果你是Live in Hong Kong 你永远不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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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拿个美股邓云的话 那样东西 假如 香港先到美国 你现在去了一半美国 那你身边的人 就比你快 如果港股先到美国 当然你如果 但我不是打算 跟香港的朋友比 我跟这个世界比 行不行 行 那就没问题 那你就是要想 你Live in在哪裏 你跟哪个人比 虽然我住在香港 但我拥有这个国际的事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这些东西是完全没有理论根据的 理论根据就是 好像我的朋友 很小时候教我 那些学校的朋友 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 买楼 是 hatch 到一个风险的 你刚才的说法 我的解释 学术的解释就是 喂 我在这个地方 它旺的话 有通胀的 那我不买多些自己的东西的话 那我会亏的 我买回一层楼的话 如果那些楼升的话 我 人工升不升 就是升不升 升不升 升不升 所以我不买回一间楼hatch 的时候 其实我亏了 人工升不升不升 你这个pre assumption 亦有了 有一个incalination 有一个pre assumption 就是楼一定升得快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是一个保险的作为 没有保险 你现在有一个incalination 是什么保险 即是保险 你的保险就是 你付了保险金 然后你付了一个premium 如果premium 假如不发生过的事情 你就会输了 那样东西 其实有一个pre assumption 就是 你的楼是升得快 人工的 已经有了什么 你现在说避险 那就已经没有一个避险作用 你其实 他能够帮助的说法 就是说 譬如我在香港住的 我一天就付租 一天就付租 一天就买一间楼 然后就implicit地付租 但其实不是actually租 如果那些楼价格升了 如果经济好的 假计经济好的 那些楼价格又会升 那我说法就是 如果经济好的话 你便相对 你给租金 自己的租金又要升了 那意思就是这个保险 如果市场好的话 其实我有个 这个也有pre assumption 这个是你楼价一定升得快 这个是你楼价一定升得快 银行利息 因为通阅盲略 所以你使用银行利息 增加得很慢 而楼价就升得很快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你再重来的话 你便带少一点 你不能賺少一點,因為銀行利息是輸了息,銀行存在戶口 不是,很簡單,意思是解釋就是為什麼人們相對很多時候 解釋這個home buyers 的概念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會買一些資產,都是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 因為他和你自己,金融學上他第一輪做一些研究 就當你是一個,沒有說你在哪裡住,沒有說你收入和你的資產有什麼關係 他說其實如果我在這裡住,當整個經濟是好的時候 其實你要買一種asset,是令你對沖這個通脹的風險 你去買資產,就可以對沖這個風險 你仍然去到剛才我之前所說的,你是local living 就是你所說的,你去到那裡住,你一定要在那裡,因為你比別人好 就是這個角度 如果你問我總結,美股第一件事 為什麼現在想美股,就是因為港股仆街 你嘗試港股升到瘋,我們這個節目,哪有人會想什麼美股 你港股也賺到發 第二件事,我不是想什麼東西避險 為什麼我買港股不買美股呢 其實這是一個思考陷阱 你自為熟悉香港的東西 大佬,它的公司在我身邊 我當然是熟悉,所以我當然是買熟悉的東西 我掌握得好一點,價值,剛才說以為 但老實說,絕大多數香港投資者 你對於美股的認識,對於港股的認識 其實應該是一無樣 你都是不拿息 所以我認為買美股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不是在於,我覺得香港比較親切,所以我買多一點 因為你自以為對港股熟悉,而對美股不熟悉 但真正的事實就是,你美股和港股都是不相識 我完全同意,有些人認為,因為港股比較騙人,美股比較老實 我心想,所有騙人都是美股發明 美國人更換 你如果說是大家都不認識,我完全同意 但有些人說港股好一點,或者說美股好一點 或者說全方都是穩笨的 好,這一點就到這裡 讓你來看 我真的覺得很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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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